今天要分享的是海洋堂的轉彈 日本佛像立體屠錄第二代 然後總計是8款 轉彈都一樣本人都先拆開了 然後再來就是開始介紹商品 然後這個是法則羅大將 然後這是算是那個烈化版 然後上面有腳架 必須講像海洋堂的轉彈 主題都非常的有教化之意義 就不是那種佛像 就是那種基本上就是非常寫實的角色 所以其實我跟他當教材我個人覺得不算差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 法則羅大將的烈化版 後面是這樣 其實他塗裝上非常的沒有東西 然後看起來就是他故意把它做成好像就是 經過歲月風霜那種感覺 上面的漆都掉了 所以看起來有點像死相 然後這個像上面有些都會有些紅漆啊 綠漆 所以可以看出原本他的可能的塗裝 這是第一個 法則羅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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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起來有點怪怪的 對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 第二個 這個就是 四加 四加 然後是金色版 然後這一款就沒有不需要組裝 然後有附一個腳架 然後商品 後面是這樣 這是前面 然後腳架上面有防呆啊 所以基本上 不太可能會裝錯 這個後面 這個前面 然後上面的四加頭 這是 第 二個 然後再來第三個 也是四加 然後這是 就是有 舊畫版的四加 然後看起來就是有點 算是氧化的感覺啊 故意把它做成這個樣子 然後手是這樣 背後是這樣 前面 上面 感覺 他的 海洋糖轉蛋貴是貴 但是 只能說 他們 貴的還算有價值 不像有些時候 明明就很貴的轉蛋 然後一轉 唉 真的是 綁天 常探 然後再這一款 是 算是封面的這一款 法則羅大將 然後算是木雕版 把 腳架 塗裝都非常的好 應該說造型非常好 基本上沒什麼塗裝 除了風神跟雷神 後面 看到他就覺得很像那個 街頭快打系列的好鬼吧 如果沒記錯名字的話 第四款 再來 是 五款 阿修羅 阿修羅 基本上都有放呆 所以不可能裝錯 只是這一款 是金色版的 然後就是六幣三面 後面就是這樣 阿修羅 這是阿修羅 再來是 ㄟ?阿修羅 並沒有裂化版 那才發現 再來則是 觀音 然後這是 金聲觀音 然後上面他的腳架一樣就是 這算連坐 也是有防呆阿 所以基本上 不會讓你裝錯 就可以看到 觀音的造型 然後這邊有個 拿著水杯 後面則是這樣 然後這叫十一面觀音 所以上面 真的有十一個面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 十 十一 對阿 十一面觀音 指的應該是他頭上這幾個的 這是 第 六個 十一面 這第幾個 第六個 這是第六個 這應該是第幾個 所以他總共是九款才對 我搞錯 不是八款 怎麼覺得算起來都不太對 然後再一樣也是 十一面觀音 也是木雕版 它金色版其實跟木雕版都是一樣的 只是一個有上金青 然後一個用的是木雕的感覺 木雕版的就比較像我們那種 在廟宇會看到的 是第七種 然後再來是 算是隱藏版的兩個 風神跟雷神 然後要先開的是風神 就是很簡單的 只有兩個零件在用 然後這裡 這裡有做一個腳架可以讓你插入 這要插 還真的有點不好插 上面的房袋是 這樣 插不上 然後這個 算是斷帶 還是雨衣的部分是軟膠 然後臉部塗裝是這樣 其實架著風而來 來 風神 這是風神 然後再來是最後一款 雷神 看到風神跟雷神 就會想到 火影忍者 佐助於 名人 然後 然後它的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 圓環的部分 在這裡 雷神之谷 這是在這裡 跟這裡 先把這兩個架好 先把這兩個架好 其實在日本漫畫裡面還蠻常用雷神跟 風神 來做漫畫的題材 這個難插 插不進去 搞毛 這裡 這裡 腳架則是一個 卡層 雷神是這樣 後面則是這樣 又掉了 風神跟雷神 又掉了 搞毛一直掉 商品總計是舊款 好看喔 它的卡榫並沒有很緊 這個風神跟雷神 這系列算是 比較少的吧